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9 紀錄寶石5 上次說到我們隨機打贏了這個赤木 在這個反轉世界,非常難打 但是終於我們20分鐘左右就過了這個反轉世界 之後我們應該就可以離開... 咦?我們是不是要捉這個人? 好,我們捉了這個反轉世界的主持人 Javid 人 騎拉帝納 咦?多謝你幫助解放了帝亞路加帕路騎和我們湖中精靈 這個毀滅的世界就好像是你們世界的影子 兩個世界比之支撐 如果你們的世界滅亡,這裡都會跟著消失 所以我將它帶進來這個世界 想不到差點讓它成功,幸好你阻止了它 作為感謝我送你回到原本的世界 不用擔心你的朋友,會將它們一起送回神奧地區 再見到人類,以後有機會來神奧,我們還會坐餘 無形的力量包圍著我,將它傳送到原本的世界 我不是要捕捉它嗎? 咦?看到了,那個突然出現的是穿越者 意外不斷破壞了你的計劃,不過你現在已經是新世界的主宰了 你告訴我這些有什麼用,我現在已經失敗了 這個結果沒辦法改變 因為我對這一切足夠了解,我知道你的強大,也知道怎樣打敗它 今天的它對你來說,是來自一年以後的風圓地區 現在的它已經是地區冠軍 還穿越到不和時空擊敗了強大的訓練師 嘩,時空穿越者 一年後的風圓地區嘛 既然你知道它強大 你控制了帝亞路卡和帕路奇亞的我都沒辦法戰勝它 就憑你,難道還想打贏它嗎? 兩者傳說精靈不夠 那麼再多傳說精靈和時空最強的訓練師呢? 我有能力可以讓你變回神旺斜,有沒有興趣合作呢? 用更強更多的力量對付?有點異事 不過這個計劃並不是你想的嘛 你沒有做首領的氣質 等我見你的主謀再想想吧 之後我還要回到神旺做些調查 如果合作一年後會親自來風圓地區 好,請跟著我去見板木首領 板木大人才是他最終的大哥 身上殺發出那個力量如果判斷沒錯 那個不是靠數量就可以壓制 等我回到神旺尋找足夠的文獻資料再準備一下吧 OK 他們現在已經慢慢開始團結,打算破壞這個世界了 我這個最終的王牌 將會在最終阻止他們的計劃在一起 好,來了 回報工作結束 辛苦你了 趁這個時候復盤一下 又是聽一下一些事情 好 他是關東地區的火箭兵團 今次是神老地區銀河團 好在呢 還被捲入了毀滅世界 好在有神老地區三隻湖中精靈的幫忙才安全回來 但澤澳博呢 前往素神火山究極動 因為偵測到和澤澳博行動相同的波動 但為何見不到他呢 是否前往了不同地方呢 在潛伏中 目前我們對他的計劃資料太少 明為落開諾之馬那隻黑色的UB究極獸 究竟是不鬼 春春欲動的火箭隊水艦隊又是否跟他有關呢 考慮到火箭兵團先例銀河團的動向都要注意起來 我會通知神老冠軍希羅蘭和陶鑑勇佑者留意銀河團的足跡 你就以這個究極之動探索為主 魯沙米內已經成功了 就是李時長呢 這個以太基金會的媽媽 咦? 阿波羅 阿哈羅馬 這個就是拿一個究極球 說什麼呢? 嗯 我可以把已經捕捉的變為任何精靈 包括究極球 沒有什麼意思 我只是給我究極球 好 記得有說過哪裏有得拿 但是我就不拿著 好 魯沙米內醒了 咦? 我作為他會一直昏迷不醒 果然相信是對的 我還未好好多謝你 多謝你救了我 將我和虛無依德分開 幫助我掙扎這個澤敖鑑勃的控制 剛剛聽李李亞說了 你現在正帶著小星雲一起追擊這個澤敖鑑勃吧 我們對究極之動的了解太少了 一定要小心 還要多多休息 幫我整理一下以太基金會的資料 讓我恢復了幫德文公司一齊了解一下情況 安心睡覺了 啊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 他現在叫我多多繼續調查究極之動 那就是這個年輕人 好 聽說你在神怒的倉之處被捕入了銀河隊赤日的戰鬥 最終成功擊敗了他不愧是究極訓練師 今次偵襲到二棟是最深處冰之防壓究極之動 嗯 傳說中游雷武有關 也就是呢 他那個地方在這裡 綠靈市上面的淺灘洞穴 我們看看淺灘洞穴究竟有發生什麼鬼怪的事 好 他說在最深處的冰洞 有點麻煩 印象中我記得走到這裡裡面 都要九曲十三彎 看看 看看 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再走這條路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我記得好像在這裡 呃 推這塊石 不是 不是推這塊石 那就是這裡 好像不是 好像要 好像要單車 好像要單車踩上去 音速自行車 音速自行車 是呀 在這裡 OK 我還拿著單車 呵 怎樣呢 這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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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奶 是呀 是呀 看到了 救命自動 我免得拿單車 所以我們直接這樣過去 咦 這個又要這樣 看看這個怎樣 呃 這個是 這樣 嘩 真的麻煩 好 進去了 好 夠的空間 嘩 這個 這個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個麻煩 我們看看這個是什麼 冠軍之路 冠軍之路 這個 這個是大吳那條路 那個冠軍之路 應該不是這裡 這個呢 為什麼會回到這裡 這條路不安全 這條路是 什麼熔岩 不是熔岩 那是什麼地方 咦 從動輝的深處發生了 發出了強烈的震聲 什麼鬼 是不是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厲害的 但我們都照看一下 爪子化石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呢 應該嘗試挑戰一下什麼自行車道 什麼意思 沙漠地道 這裡裡面 咦 還有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不是要有劇情 什麼 有什麼特別 這裡 執法石 沒有劇情 咦 有啊 瑪基亞 不是 100 100變怪 這隻是那隻 鮮 鮮岩石 妖精岩石的神獸 鮮岩石 那隻鮮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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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安器 我不知道要不要打 我們先試試跟這個 有劇情說是鐵火輝爺 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自電加速 應該就可以 嘩 為什麼這麼多個地方 蛤 怎麼回到這裡 咦 這裡又有個究極動力 這裡 越來越多奇怪 這裡又回來了 好 我們試試那隻鋼蟲 還在這裡 那隻鋼蟲 還在發電廠 沒有了 我們先不要管它 這麼難看 好 如果我要穿過 它後面一定要先打死它 我們去後面看看 這個是什麼 什麼 啊 這裡 這裡才是劇情 銀河 等離子團 這裡是 等離子團 下雪 我們馬上辦吉拉市口 立刻 OK 等離子團的劇情 真的 油雷武 剛剛那個研究人員都說過 神經病 多快 真的嗎 沒有100 這隻就是很可能快 因為70 咦 它現在有沙塵布 剛才我還在想 為什麼沒有沙塵布 又沒有落雪 奇怪 哎呀 真聰明 這個作者在這條路上 設定了一個陷阱 讓我踩 神經病 算了 死了沒問題 我可以重申 紅豆地鼠的岩奔 岩奔 岩奔 收場之角 齁 中了這個 咦 極面空間 中了 極面空間 極面空間 我最猛 極面空間 極毛巨魔 啊 立刻慢 Azer 再Azer 重申 暴力碎片 來這裡 好 尖弓 其實我想用咬碎 老實說 尖弓 這些太容易失敗了 不太想用 還有岩奔這些 太容易失敗了 搞不定 Mega地震 噢 又換重 紅頭地鼠的收場之角 再收場之角 其實也不算難打的 但是真的太磨了 哪有等你子團會用劇毒保護的 大佬 有點奇怪 七賢者之一 已經不想理他 什麼七賢者 超級角擊 江藝地震 嘩 一個 一個 一個萬力打死了 李鱼龍 準備秒天秒地 我們的李鱼龍可以 李鱼龍一出 什麼都秒殺可以 這隻秒 再秒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看,最主要都是看守領updement 其餘的竹子就不需要看,不需要理回 在這個沙天氣還想快過我,除非是仙制技 來吧,淡魔忽忽 爆炸,爆炸水油 修傑老將 OK 現在果然買多點藥是好一點的,起碼不用煩,起碼不用閒來閒去 如果我沒有買藥又要閒去,來,竹洋動筆 也就是黑白裡面的最終主線劇情 這裏正是游雷姆的力量之源,游雷姆可以在這裏發揮最大的力量 可以把整個合中的全境都冰封了 我有一段不可原諒的記憶,唯一的一段每次令我想起都會令我很不愉快 雖然不知道你在這裏什麼水,但為了向你表達來到深處的敬意 就等你親眼見證合中地區冰封的命運,冰封世界 來吧,沒有人類之心的怪物,阿恩啊 只要羅姆和我過,游雷姆的宿舍痛苦 我都感受到,萊希拉姆所表達的真實 我絕對不會允許有傷害精靈的人的存在 而且我要合中,這亦是令我以一個人的方式生活 令精靈可以和人一起磨砍生活的地方 我要守護這片大地上所有的人和精靈 撩不起,震恨人生的權益 我給你的國王教育果然是沒有白費 當年我在森林找到和精靈一起生活的你 還費盡心思撫養你長大,結果竟然被反咬一口 我到現在都忘記不到你是怎樣阻礙我的計劃 我本來應該利用你的力量統治合中,但我可以原諒你 你帶來的雙龍可以破碎冰彈,也節省我去找的時間 我就知道只要我向雙龍市發射冰彈,你就會察覺到異陽 醜陋的損失我不認可 身體都夾境,合體 嘩,這個是雙合體 想不到逐用精靈合體的損失 如常之人,上次我是想利用你服務人類的心,統治大地 這次壓倒性的力量,我會用它統治合中 知道嗎?如果你成為國王,合中會永遠的美麗 無名的訓練師,誰都教你不了 你的精靈球正在震動,難道你的精靈生氣? 不可能的,區區道具不會有感情的 精靈球會震動的 精靈球 來吧 哇 雙兵龍,你何來有雙兵龍 OK,我們直接換一隻 咦? 三層墓也沒有了 我們看看 地震 好像真的沒有了,又有三層墓,不行 科斯文武 嘩,為何又 神經病,又有合體兵火龍,又有一隻普通火龍 普通火龍,雷龍 宇宙力量再加地震 嘩,害怕啊,對面 好,比卡超,不要緊,我照電,照殺 全場一起震 全場一起震 哈哈 哈哈 嘩,又有冰龍 有多少隻啊 這隻才是最... 這隻是不是他自己弄的 這個是冰雷龍 冰雷火龍一起合體 好,我們反射迫再加地震 嘩,我的龍頭地鼠死了 但不要緊,我們還有最強的組合班 格拉 對面有什麼屬性 對面這樣合有什麼屬性可以合出來 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龍、冰、火女 不知道 不知道,不過照打贏 怎麼可能的 啊,廢盡心思準備的游淚帽 怎麼會這樣啊 又要去找消失的游淚帽 果然還要親手解決外眼的訓練 這次不理哪個努力都沒有辦法阻止 嘩,認真要再打 有點危機啊 早知道不敢地震吧,我怕死 嘩,還有隻鰻魚 一定要中一下 好,死了 地震 神經病,還有隻色飛 中啊 打不死我 動蠻不得 中 得 死了吧 還有飛行 這隻 咬睡 你等 等三 哎,搞定 一隻巴卡拉瞄了 什麼回事 我是製造了等離子團的完美男人 改變世界完美的統治者 我竟然會三花四次輸在這些無名奔練師手上 沒有可能的,我不認可 不懂得把精靈當食道具的人 這麼愚蠢的人竟然可以戰勝到我 啊 等我再叫聲 叫你一次吧 爸爸 你醒不過來吧 爸爸 精靈不是什麼道具 而是伙伴 有很多人已經理解這個道理 但是 閉嘴 可以和精靈對話的怪物 不要用人類的說話 這次多謝你 由雷姆都沒事 雖然現在失去了力量 但是還會再次出現 那個人已經瘋了 沒有他這個首領 身身等離子團應該都會解散 多謝你幫忙 剛才的危險 這個三龍 那個力量遠超我們想像 如果沒有你在 我和N兩個人可能真的無法阻止到 那個瘋了 那個計劃 我還未自我介紹 我叫布萊克 立志打敗合中四天王冠軍 你有需要我可以給你一些戰術 這次多謝你 不用了 已經打完了 你們那些什麼冠軍 接受各種不同的想法 世界就會發生化學反應 而世界也會肖肖地變大 人因為有了精靈 才可以向未知的世界前進 精靈因為有了人才可以發揮出真正的力量 這個是紫克羅姆告訴我 精靈和我的真實 總有一天真實和理想會融合 將精靈甚至是人 從精靈球的支配中解放出來 你和精靈前進的方向是怎樣 我都要回這個龍羅船塔 之後再見 不知道有什麼 這個東西好像是冰龍要用到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它的事件 其實我們可以出去 OK 如無意 我應該可以這樣出去 行不行 好 好 看看 怎樣出去 呂幹龍 應該這裡出去 對 然後我們可以飛回去大吳的家 之後再看看我們的調查院 有什麼線索 應該經過了 應該經過了一個主線劇情 對了對了 匯報了 等尼子團的事件 這次合縱地區等尼子團 又是一個龐大的邪惡勢靈 而仍未找到澤奧波的足跡 真奇怪 在船魔裂島事件 仍未過頭 仿佛人間蒸發 否則德文公司偵測到究極自動的波動 我真的以為它迷失在亂流當中 不過也挺平靜 澤奧波始終沒有露面 火岩隊和水艦隊在惡劣天氣之後又沒有動靜 留守在神怒圖鑑擁有者小光 那邊傳來的訊息都說 銀河隊自從槍枝柱事件都沒有出現 都是在成為國軍之前 有人聲稱水正市美術館見過赤人 但他本人似乎只是僅僅參觀 什麼事都沒有人離開 就是他參觀都夠可疑 簡直是暴風雨前夕 不知道他們各個組織在策劃什麼呢 對 圖鑑擁有人之一的小輝都來幫忙 目前應該在風雲的道路上 另一位小光前面都說了 留在神怒追蹤銀河隊 今次的事件令我們要注意一下等地之團的動靜 OK 完美先生 透子 專心探索這個究極之棟 我現在的任務就是不斷在究極之棟穿來穿去 這裡在哪裡 1.16號道路 1.16號道路 1.16號道路在哪裡 看一看 1.16號道路 好像在這些位置 1.16號道路就是我一開始想去的那個 究極之棟 但又是因為劇情去不到 但今天的時間就先玩了 我們下集繼續 繼續努力錄成五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未訂閱我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